最后一次Minecraft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来Minecraft的第五十集 那你们都应该知道了,上一集我已经说过了 这一集五十集呢,将会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啦 也就是大结局啦 给千鸟,送上种子,小狐狸,送上鸡肉 还有我亲爱的小鱼,送上鱼饿 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我要给我的猫咪们起名字 因为我看到评论有很多你们都写了名字给我 我也花了大量大量的时间去准备好命名牌了啦 那么在我命名完所有的猫咪之后,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我要做出小鱼的雕像,OK 这应该不会很容易,因为我个人不太擅长怎样去建造东西 不过我会边学边做的 然后我们也需要去收集一些软色的材料才能做到出来的啦 不过现在就让我们来起名字吧 你们可以看到我准备了九个命名牌那么多的 那我们就像上一集一样 我们要一只一只猫给它起名字 首先是你了,它是巧克力颜色的猫咪 让我看一下有哪一个名字是给你的,OK 我会从你们的名字里面挑选啦 OK那么我已经知道要给你什么名字了 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没错 巧克力,这就是它的名字了 我在评论那边看到有两位观众都是要给这个巧克力颜色猫咪起名字做巧克力的 这个名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接 所以以后你就叫巧克力了 完美,巧克力你好哦 Oh my god,听起来很好吃呢 虽然我不会吃掉你的啦 那么下一位轮到你了 嗯,这一个猫咪我怎么说呢 非常美丽的猫咪 金色,然后眼睛蓝色的 让我看一下有哪个名字给它的 OK我已经想好你的名字了 到底是什么呢 没错 金毛,let's go 也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名字啦 金色的毛,所以就叫金毛,let's go 好的,那么下一个轮到你了 嗯,你怎么说呢 灰色白色的猫咪呢 那我看一下有哪个名字适合它的 那么你的名字我也想好了 到底是什么呢 没错,它的名字叫做小韵 非常好韵的韵,财韵的韵 你要多一点带给我财韵 知道了吗,小韵 哈哈 那么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嗯,这个是 黑色白色,然后青色眼睛的 ok那么你的名字我也想好了 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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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 罢了然后就轮到你了特别像阿贵的猫咪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和阿贵的颜色阿贵你过来一下 你看阿贵跟他阿贵你看他们两个 哇的阿贵跟他有点太像了吧两个颜色 你们两个简直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这样啊 OK阿贵你可以回来了OK那么像阿贵的猫咪叫什么名字呢 我也决定了 没错也是非常直接的名字直接叫做小贵 OK因为他太像阿贵了正好这个小贵真的是蛮适合他的 小贵你在哪里你在这里小贵这就是你的名字了 Let's go那么目前五只猫咪已经有名字了 下一个轮到你了灰尘猫轮到你了 OK那么你的名字我也决定了灰尘猫 我没有气了呀 非常成熟又好听的名字 就叫做小陈 这些名字全部都是来自你们评论的 都不是我自己取的 所以你的名字就叫做小陈 蛮适合你的 看你也蛮酷一下的灰色的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头有点黑色眼睛蓝色的 ok那么你的名字我也决定了 叫你叫什么啦 没错最强的名字 五条物 这个也是来自观众给他取的啦 五条物是一个动漫角色 一个超强的动漫角色 所以你的这个名字真的是有点强过龙了 哈哈哈跟其他的猫咪比起来的话 那么下一个就轮到你的小白猫 我发现给小白猫起名字的特别多啊 我现在就是在认真的看评论了各位 非常认真的 好啦我决定啦小白猫你的名字我也想好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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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想好了是选好了才对 没错一个非常乖巧的名字 它的名字就叫做小乖 来非常直接非常简单的名字 非常直接非常简单的名字 来小白猫你的名字就叫小乖 你一定要乖乖的哟 知道了吗 最后就是你了 这个orign 颜色的猫咪 好啦那么你的名字我也决定了 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让我非常怀念的名字 没错就叫做小米 ok 我以前还小的时候养过一条猫叫做蜜米 ok所以你叫小米 非常接近的名字啦 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猫咪 巧克力 金毛 黑白无常 小韵 小桂 小橙 五条雾 小乖 小米 小叶 非常的好 我们做到了所有的猫咪 所有的狗狗都有名字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收集材料 来做出小雨的雕像了 ok 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 可是我就是想要留在最后一集做的 首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我的计划 要做出小雨的雕像呢 我需要大量的棕色桃瓦 就是这个东西啦 这个是蛋灰色的啦 蛋灰色的我也需要 不过我需要一些棕色的 因为小雨的身体部分呢 有一些是棕色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找到黏土块 为什么要黏土块呢 黏土块可以做出这个桃瓦的东西来 之后我们再去染色 变成各种各样颜色的桃瓦 我就可以拿来做出小雨的身体部分了啦 那黏土哪里有的话我大概也知道了 因为我在网络上调查了嘛 他们说黏土会在那种河流的底部 之类的地方都会有 好像这种地方算是河流了吧 然后我们要下去 在河流里找那个黏土好像不太效率哦 我曾经找那个美系园那个地方有黏土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倒不如去找那个地方还好一点 OK各位我找到来了 就是这种地方了 这个是黏土吗 黏土找到了呀我就说了嘛 我以前来过这种地方 可是我没有去挖这个黏土 那时候以为自己没有用到嘛 然后我这个铲子是有精准采集的 因为我已经做功课了啦 他们说黏土一定要有精准采集才能挖的 一下子找到这么多了OK OK我再下去挖多一点 我自己也不确定我要用到多少个黏土 哇啦喂 这么多怪物的走开 走开 OMG 来吧来吧 挡着我做事情啊你们 今天不是来找你们打架的呀笨蛋 啊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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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笨蛋哦啊 全部都是我的呢 谁在打我 谁那么过分在打我 你吗笨蛋 蹦 找死 我看是完全足够了 我有超级超级多的黏土了 就那样的我们回到来接价了 现在呢就是拿这些黏土去烧 它就会变成桃瓦 他们说的 OK是可以烧的 OK我要准备多一点这个炉才行啊 只有两个炉的话哪里够快哦 好的 那么现在全部都在烧了 我相信是完全足够的啦 现在我们要准备那些染料了 OK就是这个了 桃瓦 准备染料 可可豆 我之前拿到的 就是要拿出来做这个 棕色染料 全部做完它吧 因为我需要这个颜色 之后我们需要一些 蛋灰色 我现在是在看这小羽毛咪的照片啦 不知道你们能看见吗 OK 他们说用白色的花就可以做出蛋灰色来了 我好像都没有白色的花咧 妈妈 我们要去找一点白色的花了这样的话 OK这边有了 哦我看到了 有有有这边有 啊就是这一些了吧 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这一个花 就是直接做出蛋灰色染料的 所以这一些白色的花都可以做的 一个成年的男人在玩minecraft 他在minecraft里面做什么呢 采花 没错 下着雨我们采花 采花 采多一点花 采多 采多一点 采多 哎 牛你好哦 Let's go 开心吗 你住在野外 嗯 哎 这边还有花 花 花 给我更多的花 啊 给我 给我 嗯 给我 给我更多的白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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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白花 嗯 更多的白花 我最喜欢采花的 我就是采花贼 采花贼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不知道的 我乱说的 请你们不要介意啊 我看我可以做多少个先啊 OK 十七个了 然后这边再做 三十七个了 不知道够不够勒 白色的部分我可以直接用 白色的羊毛来做 OK 只是其他的颜色我就需要 用到那个桃 挖了 OK 再怎么麻烦都是值得的 为了小语 为了小语 我一定要做出来 一个男人在夜里 孤独的才华 oh my god 我唱到有够难听了 我自己都知道 我不会再唱了 我放弃了 OK 真的有大量大量的陶娃了 那么我们就拿去染一染色 怎么染色的啊 这个 不是这样染的吗 等一下 他们说什么 我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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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陶娃不可以直接改变颜色 要用黏土来改变颜色先的 诶 可以直接染色的呀 哇 这真的是搞到我好混乱哦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混乱吗 我在网络上调查哦 他们说黏土要做成硬化黏土 硬化黏土染色之后做成陶娃 才有染色的陶娃 我不知道是不是网络显示的那些资料是旧版的minecraft 所以搞到我好混乱哦 OK 所以我做出了这个陶娃是对的 他可以直接染色的 我们需要一点蓝色的蓝色的是因为要给小雨的眼睛 OK 只能做出这个颜色吗 这个好像不太像蓝色 然后我们需要淡蓝色 然后我们需要淡蓝色 小雨的眼睛有两个部分的 一个部分是蓝色 一个部分是淡蓝色 OK小雨抱歉哦 我要采一点点的花 OK 淡蓝色做出来了 之后 我们就这样 放上去 就做出淡蓝色了 OK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点棕色的棕色的对 对这个颜色 这个我要做多一点 因为小雨的角的部分都是这个颜色的 这边刚好有个大块的空地应该是够做的了 可以让我想一下我要怎么做啊 首先先做小雨的背后 我就做在这边 因为小雨的背后是白色的嘛 所以就做白色先咯 然后我要做几道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 我就一边做一边想吧 因为我不擅长啊 这种事情 基本上我就是靠感觉来做了现在 应该这样就够大了 他的身体 然后我想跟你们说呢 我是想要做小雨躺着的姿势的啦 我应该不会做到100%像小雨的啦 OK 我会尽我所能啦 小雨的肚子都是巧克力色的 他的肚子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巧克力颜色 一个就是那个蛋灰色啦 像这样的 OK 就这样把他肚子的部分 这三个是他脖子的部分 这里我就需要放这个黄色的了 他带那个圈圈是黄色的嘛 这样子一部分黄色的 OK 我们就先做他头的部分好不好 因为我相信头才是最重要的 要把他的嘴巴还有鼻子吐出来的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他的鼻子是巧克力色的 所以是这样 OK 好看一下啊 这个鼻子做到不错 之后呢 他的脸 是这个蛋灰色的 这样子 他的脸的下半部分 你们应该也差不多看出来了 现在要轮到做他的眼睛咯 他眼睛的颜色就有一点点的不太像啦 我这一个方块 白色中间 然后 这个 这个 OK 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 那个眼睛 这个眼睛的颜色有点不像啊 他的是更加蓝色的 他的眼睛 深蓝色的眼睛来的 OK 各位我知道要怎么做的 可以用 羊毛来做的 他的那个眼睛 对 这个就是他眼睛的颜色 我只需要两个 然后还有这个两个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颜色就更加符合一点了 对了 这个颜色就美多了呀 这样 因为他的脸就已经是 做好了了 看到了吗 他的脸是做好了 大概是这样的颜色啦 基本上已经算是很像了 真的是算很像了 现在要做他后面的这一部分 OK 他的头我已经做好了 现在要做他的耳朵 他耳朵的颜色呢 是比较灰色一点 这样子的 他的耳朵是 他是比较短耳朵的 他好像两边不一样颜色的 好奇怪啊 这个 这样的话 可能这样会好一点 那么头是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了吗 做到蛮好的嘛 第一次做来说已经算是很美了 我觉得尾巴的这一部分 我就要靠自己的感觉来做了 因为我是做不到那个形状的 例如说这样 啊这样已经不错了呀 他的尾巴必须是躺在地上的 因为他是躺着的嘛 那个尾巴不可能飘在空中的吧 OK 所以一定是躺着地上的咯 现在只差那个腿罢了 OK 那么小雨腿的部分呢 也是要靠自己改造一点点啦 我不知道给你们看到那个照片吗 因为他的腿是这样的 他是歪的那个腿 我是做不到这个形状的咧 OK 就这样吧 然后后面的腿也是歪的 这样 哎 做好了呀 那总结来说算是不错啦 这个 我自己是蛮满意的 我这个身体还是空的 哈哈哈 我还没有做到中间的身体 他的身体是空空的 OK各位做好了 他身体大概是这样的颜色的 背后是白色 然后肚子这边是有这些 巧克力巧克力色的 完美 来我们找个角度来看一下 哎 小雨 你回来了吗 Let's go 我第一次做的我觉得 我蛮满意的 特别是那个脸还有 那个身体啦 我觉得真的是做到蛮好的了 是那个腿和尾巴我没有办法做到100%一样啦 我们来到50级了 真的是 伤心的时候也有 开心的时候也有 愤怒的时候也有 崩溃的时候也有了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我们来放一点烟花 庆祝一下吧 这是我偷偷准备好的烟花 来看一下 OK那么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小凤小凤 特别是你啊 你真的是陪了我好久啊 你知道吗 希望小雨也在 可是 无论我再怎么希望 他都不会在了 但是不用紧 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小雨在这里了 为了让你们永远不忘记 OK 哇 放多一点 哎 哎 Let's go 一切都 来到结束了 还有还有 我还有 Let's go 非常的美啊 我放完了吗 放完了 OK 那么 大白 我要走了哟 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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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离开了哟 我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要靠你来领导大家了哟 知道了吗 小峰 小峰 坐着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不在的时候 就靠你领导大家了哟 知道了吗 你是我最勇敢的同伴 你和我一起战斗了这么久 你要保护好大家 知道了吗 还有大白 你也是哦 你也来了我家很久了 大白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看好大家 知道了吗 小月 你是小雨去世之后 我第一个找回来的猫咪 你也要帮忙小峰一起照顾好各位哦 知道了吗 你和小峰还有大白 你们三个要照顾好各位哦 知道了吗 那么最后的就是小雨 感谢你陪了我这么久 我真的要离开了 说不定 我不会再回来了 怎么都好 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小雨 还有大家 那最后在我离开之前 就让我们拍一张照吧 那么各位不要再乱跑了哟 我要拍照了哟 谁没有拍到就谁倒霉的了哟 一 二 三 三 二 四 六 六 五 六 六 六 九 六 六 你 十 六 六 六 好的那么这个影片也就到这了 给这个影片500个赞了 Let's go 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点个赞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